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讨论过跟几个教授 那主要就是 这个桥第一个就是比较老 那它在 结局地震之前 建造的桥 所以它的这个 很多的细节 细节就是刚刚你看到这个 大街的细节 或是这个横向枯近的这个 间距啊 或大街的一些细节 都没有符合现在我们 耐震规范的要求 那其实 这个因为在当时的设计 就是按当时的规范 所以那地震发生之后 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规范就一直在雨时跟进 那所以我们就 政府当然就开始做了很多的补墙 但补墙的话 当然要分先后的次序 比较重要的桥 就会先做补墙 好像是从国道一号 国道二号 国道三号 还有一些重要的省道桥 你可以看到除了 它会在桥柱旁边 做一些所谓的包覆啊 还会看到一些 做一些防漏装置 防漏装置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这个我们讲这个叫做 减枝梁的桥 避免说这两个桥柱 如果在地震之下桥柱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桥就会落桥 所以我们都开始做了一些防漏装置 所以这个在 在在在在 在City 比较重要的城市 其实都做了 你们都可以看到 但像因为在台东花莲 这些比较比较 应该讲比较偏乡的地方 那这些桥 使用的机会也比较少 所以这些桥的补墙的次序 就在比较后面 所以也就会在 这次地震之下 会看到这种情形发生 那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会是这样的细节所造成的 so you can say something you want ok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就现场看到一些资料来讲 我们有看到地面上有很大的错位 在这个桥的前面那里 所以看到地表有一些错位的情况 然后在沿路的走过来 你看到在桥台旁边的主梁 在地表错位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主梁打到桥台 所以桥台你看到 它上端有很明显的简历的裂缝 然后再一直到走在这个路上 其实看到 因为毕竟这个桥是有一些年代 所以不能够太可可 包含是以前的设计规范 是比较宽松 然后在施工上 确实难免会有些瑕疵 然后走过来的时候 大梁你看大梁的横向钢筋 它是完全贴在下面的 再照理说应该要有一些保护层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一些大梁的钢筋 完全没有保护层 那我去绣室的现象 然后再到这根的柱子的时候 我看到它钢筋的搭接的位置 但这要跟最后的 它当初的设计图说来做的比较 那不过就现在的法律来讲 对于钢筋搭接的位置 有几根可以搭接 这个有很年苛的规定 然后包含它横探钢筋的间距也比较大 所以比方说我们刚刚量的那一根 这里到这里可能是40公分 但我后来又看 这一根到它上面那一根好像就不见了 这里好像更大了 这里间距好像更大了 那所以当它下来的时候 很像钢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 对我的桥柱做为数 让它承受很大着压的时候 它的桥柱不要有这种垂直的裂缝 因为会让我的桥柱压碎 对核心混凝土就是主机里面的钢筋 会压碎爆开来 所以感觉这是一些证据来说 它很像钢筋跟我的桥柱的压碎 或许是有一些关系 不过这都只是很现场所看到的一些内容 我们去做一些剖析 最重要还是要跟它原本的施工的设计 这一种比较真的 非常非常超好 平满的则身 你 Kad Cai 我でき不成心 但是我得促得 做梱柱以后 我这么聒 也还是非常成績的 但是我干beits